大家好,今天是12月20日星期三 我們先看看北水的情況 昨天,前日很大資金流入 昨天資金流入就少了 再其次下去之後,今天升的板塊反正很多 多了哪些呢?煤炭、半導體、零售、防織等等 我們再看看 基本上的板塊上面 煤炭是升得最好第一位 而知昨天他們三位 即是說這兩天的煤炭股 是屬於強力的板塊 值得大家再看看 半導體突然間由三十余到二 可能是個別的股票 有所影響做好 零售由一到三 都是在前五名的 所以零售都應該是好好的 綁織也上了去 可能跟一些是遇寒的衣物有關 電子和消息產品 電子和消息產品 應該跟這些都有關係 本導體都是在一起的 這裡是之前在一起的 煤炭 煤炭來說 看到的 細小的 大隻的 都看到有上升 那煤炭為何會上升呢 等一會再講一講 接著有半導體 半導體有華雄半導體 中芯國際 還有這些其他的 都是有所上升的 最主要就是有一隻細小的東西 抖領的 加了0.009 那就升了20% 大動 所有的半導體股 都是升了上去的 所以這個 不可以真正講叫很好 只不過就是這些大牛龜 有少許好的表現 零售方面 這些細小的東西 升了多 大一點的那些 不太升 也無所謂 有些升就可以了 接著看看 往績等等 有很多這些細小的東西 都不夠一元雞的 升了上來 所以這些升了上來 異議不大 好了 我們再看看 個別的股票 今天的個別股票方面 盈富基金 騰訊好 美團好 阿里巴巴做得特別好 因為它有所改革 人事變動 人們有所憧憬 所以就好了 京東也做得好 好了 我們看看 今天 留意的是華潤電力 咦 咦 不可以 說回 這個 是 恆生指數 旗子方面 很簡單 都是畫這條線 好 165這個位置 現在上了來 10柱升 不太好樣的 一定要升破了 暴力甲通道的 中軸 先來賽好 否則 在這裏很容易會跌下來 再跌破165 那就 不好樣了 這個是值得留意的 謝謝 我們 我們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